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林子平画廊参观 今天老师有没有在呢 今天老师在家里做画 这样这位是Mr.Dun 我是Jimmy Dun 我是这里画廊的管理 是管主啦 听说你也是林子平老师的家人对吗 对 我是他的女婿 OK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让Mr.Dun介绍 帮我们介绍一下林子平之家的那个作品 好的 谢谢Mr.Dun 所以为什么会设立林子平之家呢 OK 这个是我的岳父林子平老师 他的梦寐以求的一个project 我们就在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 一百岁生日的时候 就设立这个馆做给他一个礼物 生日礼物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他很多作品 他的篇幅都很大 那么有一些已经给国家艺术馆 或者中正艺术馆 或者是拿发的一些馆建筑器给他们展出 现在他有很多要自己展出 所以就设立这个馆 一方面是要提高这个大众对艺术的兴趣 是是是 还有OK 所以你说一百岁的时候设立这个馆 所以今年老师几岁呢 今年已经一百零二岁了 所以老师其实真的是我们所称的人蕊吧对吗 对对对对 那是在艺术界里面算是年龄最高的啦 不过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人类的 是是是是好 所以其实这个林子平之家就是老师的梦想啦 让他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 特别是很大副的作品 对对 因为老师几时开始做这么大副的作品呢 大概是从2002开始 2002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批很大副的仙子 有这种供应 所以他就画了一些树木的系列 是 然后拿去也有去北京美术馆啦 因为那边的邀请我们有过去展览 OK 从那个时候开始断断续续 其实有大有小 各种篇幅都有做 所以现在也是非常中意化大副的作品啦 对因为他的 他喜欢做书法 他常常用书法的笔调来做画 而且线条都是比较粗犯的 是是是是 所以老师其实开始的时候是 比较多写书法 到后来会比较画 也是比较画比较多画 是的 他是从书法开始 从书法开始 那么他毕业以后就任职校长 那么校长通常要搞一些艺术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在乡村 他们有很多小孩子要去做图画 所以就设计到这个绘画方面的东西 从那时候就一直发展 是 也书法 也图画 对 图画方面有各种城市啦 是 有油画 水墨画 是 现在是叫做彩末画 彩末画 是是是是 所以其实老师大家可能不熟悉老师 林志平老师是做一位校长 他六十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才做圈子的画家 对 因为你知道啦 我们也是为了bread and butter 是 所以他就提早退休 因为那时候七十多年代新加坡要城市重建 是 很多旧的街景 尤其是牛车水啦 新加坡河啦 这些都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啦 是是 所以他就提早 本来他是六十五岁才退休 哦 他提早退休 然后可以专心专益的去记录这些旧的街景 是 旧的新加坡河的这些东刚 嗯 这些马来甘邦 尤其是马来甘邦 就是他们消失之前啦 对 所以可以看得出老师其实非常热爱画画 也热爱捕捉我们新加坡的那个景点和历史 很多人误以为林子平老师在中国生长 不是 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 所以 好 所以其实老师我们非常好奇的是 林子平老师已经102岁了 所以他是怎么样作画的呢 OK 他的 他每天的习惯是什么 他每天 因为他的身体还健康 还很活药 每天差不多10点 吃完早餐后休息一下子就 开始写字或者是画图 是 那么画到差不多10点半 在休息就吃午餐 OK 然后午餐就休息一阵子 是 稍微午睡一点 OK 这是他的习惯 那么到差不多3点左右 他又在作画或者写字 到5点这样 那么就晚餐 晚餐就休息 晚上就看一些节目或者是寻找一些 看一些诗词 这些唐诗诵词之类 有时候他也看电视节目 好像运动 有时候用足球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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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都看 找出有灵感的东西 对 所以他每天都有在作画 每天都有在写字 几乎每天都有作画写字 因为这是他的营养的地方 好像有人吃健身丸 他的健身丸就是这些书画 有了这些他就很健康 很开心 所以他们说书法可以异寿是真的 对 你看从中国古代到现在 很多文人课 尤其是书法家 都是非常长寿 因为他们无忧无力的 整天好像在小孩子在画头画这样的高兴 对 所以很好 老师到了102岁还是继续一直在创作 对 所以我也很好奇的是 这么大幅的作品是怎么样做的呢 这个因为他的住家那边有三层楼 那么第二层楼差不多有一半的这个面积 他的墙壁就全部用那个三合板挂起来 定好了 然后要做画的时候 就拿这些线纸全部挂上去 挂在那个 挂垂直的 垂直的 他在靠墙壁 OK 然后看是大小 用大的用大笔 小的用小笔 总之要先做一个打稿 探笔打稿 然后才画轮格 然后上彩色 然后很多层的彩色 要好几天 是 所以他做一个好像这样大的作品要多久呢 这样大的作品大概要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所以我们最大的作品是这一幅吗 还有比这幅更大的 这个是大概有三米半 还有一个四米的 还有一个四米的 一个厕所里面 所以那个谜底就解决了 画室只是挂在墙上的 因为我不是很好奇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桌子 也不可能放在地上画吗 因为你也不能走到那边 所以是挂在墙上 挂在墙壁上 他的墙壁很大 那么以前是很大幅 现在有比较小 是小一点 短一点点 可是老师也是算是有年纪的 如果他要画画的话 不会觉得很吃力吗 为什么才终于画这么大幅的作品 因为他年轻到年老 我都一直在做画 对他来讲 那些动作 他的马射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是 虽然年纪大 但是行动会软慢一点 尤其是现在 103 102 103这样 他是有时候要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然后再勾画 再上摄 然后再移动 然后他站立下来 有时候要工人会帮他 让他拉一下 拉一下 或者是帮他move一下 这样 所以创作的能力当然是还有 只是可能有动作慢一点 动作方面肯定是慢很多了 是是是 但是他的 虽然动作慢 可是他的那个叫做笔调 笔调 还有他的构图 是 都是到炉火存清 是是是 还有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些作品 是非常新鲜的 看不出是一个102岁的老人家画的 因为有一点是虽然的新加坡河 牛车水街景 他有时候 因为我以前有出版过 在画稿 他的画册 那么从中再重新再画过 是是 但是颜色方面 他是 现在只能够采用日本的 或者韩国的 因为中国方面 很少有那种颜色 是是 因为他们国内吸球很大 所以颜色通常都很鲜艳的 是是 颜色很鲜艳 这样我们今天 现在去看一下老师的作品吧 好的 刚才我们讲到老师是从书法开始的对吗 对 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老师的书法的作品 好的 这幅书法是用很大的笔来书写的 是 是 醉墨 醉 陶醉的醉 墨水的墨 就是 意思是说 有人说喝酒醉 醉酒 他是在墨里面 在玩那个墨 玩到醉 是 是 这是看到的签名 我们可以知道 是 是百岁以前的字 啊 因为他是 在百岁以后呢 他有多两个字叫做白手丁子瓶 啊 所以由这边签名 大概就 分别他的年份 是 对 那么这一幅呢 是非卖品 非卖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国家艺术馆 嗯 是要这幅去收藏 啊 所以我们在准备 他几次来拿就可以拿 啊 是非卖品 是是 所以最末字是写得非常的好 嗯 很有力量哦 嗯 然后又很 嗯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书房 可以讲洒脱吗 啊 啊 这幅应该说是 昌静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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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尤其是 那时候写的时候 九十多岁了 还能够写就这样的 哦 这个是九十多岁的时候 是因为 白手 哦 九十多岁的力还很强哦 对 哦 这是他的强项 嗯 是是是 嗯 这个最末真的是很漂亮 是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字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书法 对吗 啊 这种书法叫做草书 嗯 就是书以差不多是狂草了 狂草了 狂草 所以他的字里面就有一些就很难认得出 是是 因为是书以草书 是是 那么这幅的篇幅 他的 啊 比调哦 是黑白都很均匀 嗯 有粗有细 是 那么整整幅也可以看作是一幅画 是是 是 是是 是一首诗吗 也是一首诗 是 现在我就看不出 哈哈 要问那个 要问一下老师 嗯 那么看他的签名也知道 这是 差不多一百岁以前 嗯 的作品 是是是是 所以 这些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书法的 这些 还是黑跟白的啦 这些 这些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好 这样 这个又是什么呢 就好像字又好像画这样 对对 对对 这个是啊 他用末 只是纯粹是用中国末这样宣纸来做的 又像一幅画又又有字在里面 是 所以这是他本身所谓的糊涂字 嗯 是啊 以前很少或者是没有这种体材的 是是是 他自己发明的 是是是 嗯 好像这个是一个字 嗯 一个书法的一个字 是 白色的部分呢 是一个啊 好像我们的飘飘飘飘然 哦 飘上飘下的飘 嗯 所以是属于草书的 混合起来呢 像一幅画的 嗯 也像抽象画的 是是是 非常像抽象画其实 对 嗯 另外一幅呢 这里面有四个字 四个字 也是草书 对 然后四个字把它组合 变成一幅画的样子 嗯 好像他原本的 可以看得出是 随心所欲 哦 是四个字的 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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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经过书法 跟他自己的创作 嗯 他把它变成也是一幅画 也是一幅字 是 所以他新的名称叫糊涂字 嗯 嗯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的签名就知道是一百岁以前的创作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 他已经开始 把字跟画融在一起 对 就是 融入后的那个新的发现 对 对 因为卡斯卡斯好像你说的 字跟画其实 同源 同源的嘛 所以现在把它放在一起 也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融合的那个 是自然的 很自然的 对对对 好这个糊涂字非常有趣 嗯 这样我们刚才看的是老师 百岁之前的书法 现在是百岁之后的书法 对对 所以百岁之后的书法 看到了签名多两个上面白手 丁子皮 嗯 它的又转变了 是 现在是草书 加背景有很多颜色 是是是 所以就是 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书法 加上颜色 变成一幅混合 混合的 就是一幅图画 也可以当作书法 是是是 因为 中国的这些书法跟图画 本来是书法同源 就是书法跟图画是同源流的 因为我们的汉字的结构 有一些是象形文字 是 来构成的 好像山水日夜 是用那个 是用那个 是用那个象形来演变出来的 是是是 所以书法也是像一幅画 嗯 对 所以非常 我觉得非常有趣 是因为老师 百年之后才觉得 哦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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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把颜色放在背景 跟我们普通 平常看的那个书法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黑白的 就是他在他讲了 我已经 已经过了这么久 我现在 不会 受传统来技术了 我要突破 要创新 是 这是他艺术发展的一种道路 是是是是 每个国家的艺术家都是这样 对对对 他们走过一个旅程之后 就会开始慢慢的放 慢慢的开 对 慢慢的创造书不同的作品 对对对 是是是非常这感恩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还有非常特别的 对很特别很特别 是是 好 还有我们也刚才看到了 这边就知道是百岁之后的 对看到的 签名多的白手的林子冰 嗯 是 几个画家会这样 有这样的那个签名声 好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新加坡以后可能会有 是是是 好 所以老师这样这幅又是什么呢 哦 这幅是以前的叫做 茶准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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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茶准陶 茶准陶 那边的 以前的街景 现在不存在了 这是他以前的画册里面 他拿出来重新记忆 重新画过 这幅很特别 因为他的磨 是很浓的 很浓的 浇磨 浇磨 就是我磨水 然后倒在大盆里面 嗯 给他差不多要干的时候 才来画 是是 他里面有几层 所以他就是没有这样水啦 什么 没有这样水 不会像山水化会 扩散 扩散 或者是叫做多层的磨印 他纯粹是 只是黑跟灰 灰跟白 是是是 还有 我们看得出这个是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Bumbut 对以前的那种 东刚 东刚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后面的那个 货舱 货舱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 有一些 啊 有一些人在活动 还有一个罗里车 在劳佐 也有汽车在搬货 是 有工人在 在那个被 被那个 货物进去 或者是从 对 从船上翻 对 还有老师非常典型的 那个树的那个 画树的那个 对 他的这几棵树都很优美 是 树干方面 它的形态都很 很自然 是是是 而且树叶飘飘 好像有一阵风过的 嗯 就是几笔的话 他就把树的感觉 画出来了 对 他是很喜欢画树木花草 这些 尤其是树 大树 他就野树 因为他以前 做那个 parsalist的时候 他是有 kampong的景色 很多野树 很多这些 花草 所以他对树 情有独钟 就是有一些笑话 就是说 千万不要带林子平老师 去看树 是吗 他看就忘记回家 他要自画树 是 是 他真的终于树 对 所以 他们有一个时期去巴黎 他就画很多榕树 就叫做树的根 树的根 因为树根很优美 对他来讲很优美 其实树根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话 对 就是说其实画家 真的是会非常注意大自然 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小小细节 跟美丽的地方 对 所以他们是画家 他们审美的观很好 他们表现出来的 美术就是要讲究美 真上美 真就是很多 写实派的时候 然后是尽量表现他的真跟美 嗯 到了慢慢发展又变成抽象 是 就 把这些真美融化 嗯 那么你看什么就像什么 是 就叫做抽象 是是 大家看一下这幅画呢 比我还要大 对吧 比我还要高 对 他的篇幅很大 大概有 这边有 两米吧 两米 两米 这个有两米半这样 你看你看 我们可以把手伸出来 那个画都 比我还要大 对 所以大幅的话 真的有他非常漂亮的感觉 因为很正观的 对 他的比较大气 大气 比较大气 是是是 看起来比较大气 对 那么你如果有建筑物的庭堂 你放这样子 就很很 很优雅 是是 堂皇富利 对对对 还有 那么这幅也是非卖品 这也是非卖品 这幅 这幅我们是叫做镇馆的 啊 这个是我们镇馆的 镇馆的 镇馆的宝 嗯 镇店之宝 OKOK 这个画馆 是是 所以真的是很美的 因为虽然大家看的只是黑跟白 只有墨而已 可是可以 可以看出非常多的层次 非常多的那个 不同的那个 比调 所以有时不一定要有颜色 需要可以 从这个河流的水 你看你看 河流的水 只是比较而已 有一点点的波兰 还有黑白也没有颜色的 所以这样都看得出这个是河流 我们这样的看得出是船 所以几笔几笔都看得出很多小小的细节 河岸 没有这个以前的马路 是 还有你看你看这个小小的一个在推 推波的人 很多在做老座 嗯 就是很有生活气息 是 还有你可以看到说 比错 其实真的是 我们去可能觉得好像随便一笔 可是真的每一笔都有不同的那个 感觉还有不同的意义 还有不同的深度 真的是很漂亮 有些比较粗 有些比较近 我觉得黑白的话也是有它的美丽的地方 对 虽然我们新加坡没有高山明川 但是我们新加坡河 有马路 有这个街景 有天空 也不错 很漂亮 还有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河 对新加坡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意义的 对对 新加坡河就是以前我们发展的生活的 叫做大动脉 我们经济发展是从之前开发的 是是是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问 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到新加坡河的话 可是他们不知道 新加坡河对年长的那些画家来说 他们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新加坡起源的地方 这是很多以前新加坡很活力的地方 因为新加坡开服的时候 是叫做转口贸易 就从印尼或者周边马来西亚 或者婆罗洲过来的货物 这些材料啦 香料啦 塑胶啦 木材啦 都是来这里 然后才分散出去 是是 好 这非常有意义的正典之包 对 它有一历史 可以说是历史的 是是 讲历史的故事 是 它的经济发展的故事 是是 背景这些 是是好 OK 刚才我们看到黑白的新加坡河 现在我们看到彩色的新加坡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同样的那个茶层套对吗 那个船 对 还有那个这个是Victoria跌的 这是维多利 今天它上面的钟楼 是是是 这个是 不是茶层套了 现在是比较靠近那个港口那边的 河口 河口那边的 对 OK 所以可是一样的有我们的那个船 我们的东岗 还有那个新加坡河 对 所以这个跟刚才 刚才我们看那个黑白的那幅画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颜色的彩末画来的 对 嗯 这个颜色是很鲜艳的 是是是 是比较最近才用的 嗯 对 有很亮 然后 那个老师的笔触也是比较大 对 它的用线条都比较粗了 是是 用比较粗的 嗯 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 现在 它没有很拘谨说船要什么size 什么大小 你懂 那个现在比较比较 比较 比较 血液啦 对 现在我可以用那个四个就是它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这样就可以画出来了 是是是 所以随心所欲的把船和那个构图构成一幅画 是是是 因为天空这些 嗯 它已经画了很多很多的 是是是 就很熟啦 在它的 脑海里面 这些构图早已经形成了 对对 只是它重新组合一下 就可以构成一幅画出来 是是是 好 我们也可以看这一幅 这一幅它的 这个后面的背景也是一些棕楼啦或者是一些货仓 是 不过不是 现在我们新加坡两边没有这些啦 只是它把它凑合起来 嗯嗯 用另外一种表现的方法来画出来 嗯 那么它的船啊 主要是这个 东刚 嗯 它的形象 嗯 嗯 还有它的债的货 嗯 还有里面的船工 嗯 它们的生活配面 嗯 对对 这个虽然不是实实在在 不过是好像凑合起来 嗯 不过整个整体来讲还是新加坡盒 嗯嗯 就是新加坡盒的表现的方法啦 对 我们现在不是实际的实体的把它画出来 是表现出 这个景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重新把它形象的画出来 是是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好我们再看这幅也是 这幅的颜色也是不一样哦 这幅就比较多白色的地方 这幅还是有它的实际的 就是这个叫 Elgin Bridge 哦 这个桥还是在 嗯 桥南 桥北 就由这个来分 嗯 Nord Bridge Road South Bridge Road 由这边来分界 嗯 那么从远处望过去 还是能够看到 维多利亚纪念堂的那个宗 嗯 是宗 那么这个船呢 有 至少很大的 这个很大的船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你看 这么大的船 我们更看到一个人 然后看到一些货物 所以这个就是画的重点 东刚有很多种 这是另外一种 它比较高 嗯 没有这样扩 嗯 它的功用就不一样 嗯 那有一些更小的船 嗯 是来好像搬运 嗯 是是是 刚才我们看的是 比较扁平的 对对 所以少是比较高枝的 哦 它有很多种 是所以我们看画 以为哎呀 都是同样一种船 其实不是不是 有很多不同的船 所以它的话有历史价值 因为它保留了当时 各种各样的船的形状 是 还有功用 嗯 它这幅画的颜色就比较 比较多一点 你看那个 这个器材 对 水的颜色 是这么多 是七彩的颜色 对对 天空也是很美 嗯 所以我觉得看老师的话 很快乐的感觉哦 对 当然我们要看画 要买画 又觉得天天在看 天天要觉得高兴 是 有正能量 正能量 对对对 还有老师可能会不会 呃 林死平老师可能会不会 越 年纪越大而越有童真呢 对 这个有一个啊 我们有名的 作家啦 嗯 他就说 哇 林死平 活到这么高年纪啦 好像 还童了 像童真在那边涂画涂画 涂鸦涂鸦这样 是是是 所以越来越 放和越来越开啦 知道像小孩子这样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没有什么无忧无虑的 所以才会画出这么 这么轻松 这么血液的 对啊 小孩子因为他们 他们懂得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他们就是他们 不用受到什么 啊 规则啦 法规的技术 是 所以他们表现出来 就非常的童真 非常的美 嗯 对对 所以老师到了 这个年纪 这个年纪也是 已经放开了 那些世俗的那个 成见 还是 可是 跟孩子不同的是 老师的技巧 肯定是已经很强了 对 所以他要画出他自己的 真的是 所以他表现的那些 手法 还有 用色 都到很高的境界 成熟的 对对 好 好 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经典的新加坡河的话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景色 对吗 对对 这个是我们的牛车水 是 这是牛车水 可以 接近那个 华人农历新年的景色 嗯 那以前呢 有一些就写春年的 师父 他们就会写一些很吉利祝福的话 好像大吉大利 兴旺 福 平安 福气 这些 是 那么这边有一个寿字 你看 这个寿字 两边还有对联 嗯 是 这个对联是属于草书来写的 草书来写的 叫做 风清明月 本无价 就是 风啊 跟明月啊 不用加钱了 它是自然的供给 是 那么这边 近水眼山皆有情 是 相对的对联 那么中间这个寿字也是 那时候 就是人家喜欢祝寿的话 是是是 这边有老师的签名 是在这里 哦 林子平老师的签名 是在这里 神秘的地方 神秘的地方 可以猜谜 还有寿跟林子平真的是一对啊 才一对啊 还有他的印章就在这里 因为是红色啦 所以不是很明显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老子 大家看的时候 诶 老师签名在哪里 哦 内有文章 内有文章 还有这边有一个 这个大概是龙字吧 龙 哦 这个啊 这个字 这是可能是在 The year of the dragon 画的 会不会 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 所以 这幅有一个 我们给他一个特付的名称 叫做 年年祝福 年新年的年 春年的年 年年 很多祝福的字句 嗯 所以 这幅啊 老实说 嗯 大家看了都很高兴 是是是 还有 刚才我们看的是 黑白的水墨画 这个就是我们的彩墨画 啊 这叫彩墨 嗯 你看他的 啊 圈子是白色的 可是他外面 后面已经涂满满的 都是经过 小心 策划的 各种颜色 嗯 这种 土黄色啦 土黄色或者是 嗯 不同的褐色啦 粉红色 是是 那么加上很多墨印在里面 所以看起来就很稳 是是是 还有他非常亮的地方 就是那些红色的那个春脸 对吗 对对 他春脸的颜色 不纯粹是红色 他有一些是亮点的 是是是 还有 我觉得 呃 那个集中的地方也是这个了 这个 我们的老师 这个啊 春年的师父 是 他在创作的时候 嗯 特别是 你说把他画的白色 啊这样 而且是戴眼镜 对不对 是 有戴眼镜的 通常是 其实林子平老师有没有戴眼镜 他本身没有戴眼镜 没有戴眼镜 OK 所以不是 不是在讲说他自己 不是他自己 是 当时那些 书法 那些春年的 老师 师父 对 所以这幅画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 非常有农历新年的感觉 因为非常喜庆的感觉 然后又非常有时有很舒服的感觉 因为 因为很平静的感觉 对 这幅画也是 通常我们华人都喜欢 比较喜庆的东西 是 还有 有 所以我们这边有另外一幅 也是牛车水 是吗 对 这幅也是 或牛车水的街景 牛车水 新加坡牛车水的街景 对 新加坡牛车水 也是我看是靠近 新年前或者是后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 红灯笼的装饰 是 还有这些店面 大概有很多货物的售卖 是 很多人在shopping 对 就是新年前的购物的那个景象 这幅画能够表现出当时 我们的建筑物都是两层的 楼下就是商行 就是那个五角鸡那个 五角五角鸡 楼上是住屋 住家 是 所以很方便 嗯 还有 老师这些就是那些店名啊 大概是店名啦 嗯 像立峰啦 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啦 嗯 这个是 嗯 所以 还有 所以说 画里面都 纯粹有一点小小的书法 很好玩 好 它那些人的颜色 你看这么亮 这么亮的青色 这么亮的红色 这么亮的蓝色 对 老师 她 林子平的画很多街景 或什么 一定有人物的 嗯 因为有生活气息 是 代表很多活动 是 而且 可能这些人物是细构的 就是没有这样多人 他自己加进去 是是 因为人是走动 对对 本来说 站在那边给你画 对对对对 可是颜色真的是很漂亮 很亮 颜色 因为他们在他们眼光要 各方面要调得很美 嗯 是 要紫色的 像紫色的 一点点 青色一点点 嗯 然后黄色一点点 是 所以有一个 因为他用这个比较褐色的感觉 所以有 古色古香的感觉 可是颜色又有很亮的感觉 所以又有很新潮的感觉 对对 所以这个画很特别 嗯 好 我们刚才看到了 刚才我们讲话的时候 看到这么很大幅的一幅画 对吗 对 这个是什么呢 画什么呢 这个是四米的画 这个长有四米高 大概有一米八 一米九 哇 这个景色是在新加坡河两边 以前的旧的电物 哦 旧的电物 这个河流画不掉 因为天幅太大 河流是在这边啊 就是 前面这边就是新加坡河了 这里是他货物 然后搬进去 就是那个货舱的地方 货舱也是货舱 所以可能是Book Key还是Clark Key那边 嗯 这边所用的颜色是 属于 中国的那些彩色的 是 它的颜色是 没有这么鲜艳强烈 是是是 真的 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 牛车水 或者是那个 新加坡河那个小船的那些画 这个画比较淡一点 对 那些有的是 韩国的或日本的 这个彩色 这些是比较旧的 是属于中国的彩色 它的霹雳色啦 猪肝红啦 或者是 黄色啦 藤黄这些 都比较柔和 嗯 比较柔和 可是这个柔和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很很稳 很稳的感觉 很舒服的感觉 比较温和啦 比较温和 对 温和的感觉 比较韩细 是 韩细 是 还有整幅画看起来很 又是很壮观 可是又有很多小细节 好像我们看到 那个大 那个 这个是我们的商店 对 然后店面 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人 然后店面都看到窗口 一点阳台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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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件来讲 它是三层楼 嗯 它的窗 都是以前用木板 定的 它是可以打开 关起来的 还有它的物瓦 全部是 以前有 这个建筑的有 叫做各火墙 它有很高的 是防火用 各火墙 因为这个啊 上面这一条一条 如果 如果有 万一有什么 它的不会过去 不会传过去 这是很好的建筑 风格 是是是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组屋 建筑的这个细条 还有 其实这个画很多 那个笔错 对 我们近看可能很多笔错 对 这幅画啊 基本上也是用 书法的 线条表现 在画里面 嗯 嗯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看大副的画 真的 感觉 很不一样 真的可以好像融入画里面 对 好像时光倒流 我们可以看到旧的 这些 玷污啦 是是是 他们的活动啦 是是 真的是时光倒流的感觉 时光倒流 嗯 还有我们可以把我们 带进去画里面 带进画 融合在里面 嗯 是 好 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 Mr Tan 介绍我们 参观这个临死屏之家 谢谢你们 发费这样多的时间来拍摄 欢迎你们介绍朋友 大家来参观这个画馆 是是是 大家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新加坡其实没有很多 这样的 这么特别的地方 你看 我们这边是差不多 算是两层半吧 对吗 两层半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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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建筑 然后非常高的那个屋顶 所以 地方又很大 所以整个整个感觉是非常宽阔 然后 让你的心情也非常的舒适的 舒适的 舒适的画廊 所以大家有时间有空的话 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 是的 李世平老师的作品 是的 非常欢迎你们来 时常来参观 嗯 这里是免费的 对 你们可以来拍摄 可以尽量的参观各种不同的题材的图画 是是 还有士丹人很好 你要来这边喝杯茶也可以 是是 欢迎 随时欢迎 好 这样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本地画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再见 再见